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京市动物园海洋馆迎来大量游客 我们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全力维护现场秩序 确保人民群众出行安全 在广西南宁 卫林 百色 来宾等地 武警官兵与驻地公安 特警 实施信息共享 人员连管 情况连除 采取固定执勤与巡逻执勤相结合的方式 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治安防范网络 确保每一名旅客的出行安全 国庆期间 火车站周边客流量相较平时 有明显激增 我们对人流量较大的区域进行重点防控 确保疫若有情况能立即处置 保证人民群众出行安全 国庆长假期间 安徽黄山风景区客流量激增 景区安保工作压力也随之增大 武警安徽总队黄山支队派出兵力 稳控游客流量兼具和秩序 并配置机动力量 随时做好储徒增援准备 此外 官兵们还积极开展爱民住民活动 为游客营造了一个安心舒心的旅游环境 十一期间 景区客流量激增 针对气温升高时机 我们准备了清凉油 或香蒸汁水的药品 分发给需要的游客 设立便民流动医疗服务点 根据不同时段 不同路段的人流变化 科学调背兵力 确保广大游客能平安有序出行 与此同时 在新疆喀什国际机场 武警官兵们正在利用车巡和徒步巡逻的方式 在机场周边和检票大厅执行 确保假期期间 旅客们出行平安顺利 节日期间 我们合理部署勤务 加强巡逻防控 全力保障旅客游客出行安全 让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假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